对烹饪器具的追求是厨师匠心的体现 穿厨人涛 寻遍属地 只为在铁匠铺中觅得一把大刀 铁器在火炉中烧至通红 灼热高温下 经验丰富的铁匠师傅 手握铁钳 大锤伴随着连续的敲击锤打 不断翻动铁料 冰与火的交替 为大刀赋予坚韧 刀身平直 厚薄走势 干净利落 刀刃过处 锋芒立线 四一八好刀 在最传统的四川经典名菜中 有一道名为大刀金丝面的菜肴 需用得此刀 我从厨有33年了 在四川传统的经典菜里面 有两道菜 加工特别的复杂 对厨师的记忆要求也特别的高 其中有一道菜的名字就叫大刀金丝面 寻刀只为菜肴作饮 作为土生土长的四川厨师 仁涛对继承发扬川菜有着天然的使命感 为做好这道大刀金丝面 他特地拜请师爷张忠游出山 切差不多了 这样子就是切的时候刀一定要带稳 抓着刀的时候 用左手的第一个关键 中指的把刀顶住 然后用右手把刀做稳 然后切的时候我前面推 推切是每一个刀里要均匀 还切出来宽节才一样 然后力度要一样 所以一定要把它切穿一刀一刀的不要着急 然后下头的脚部要慢慢的移动 大刀金丝面最为讲究的就是刀工 刀工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面丝能否成型 切报纸是张忠游训练刀工的独门秘技 下刀麻利 手劲足 切时才能稳准利落 从报纸到面团 优秀的刀工能令菜肴锦上添花 全蛋和面 面粉不加水 这是大刀金丝面和面的秘诀 也是令面团颜色金黄能成金丝的奥秘 张忠游将面团碾压成片 绕擀面杖卷起 而后抽出擀面杖 压平面卷 再次展开 敲击面片边缘 如此反复多次 直到面皮发酥 薄质透明 切的时候慢一点 一刀一刀就把它推出去 使刀要稳 面皮也好 因为切好宽 移动的时候 左部要慢一点 切出来的根条就比较好看 人韬在师爷的指点下 掌刀切面 金丝面切实需平行 均匀 否则易断 一厘米宽度内 至少要切十刀以上 如此得到的金丝细能穿针 面虽寻常 其中投注的心血 却值得反复体味 人韬知道 正是这份不显露于外的 匠心与专注 支撑着川菜 这一菜系的灵魂 川系说腔 川菜说汤 最传统的四川特级高汤 汤清如水 尤为讲究 张忠游 以九炖六到八个小时的老母鸡 火腿 排骨汤 作为汤底 将猪肉红绒 鸡肉白绒 先后投入汤中 朝同一方向 不断搅拌 逐渐凝结的肉绒 吸附了汤中漂浮的杂质 令汤水逐渐澄 在此基础之上 还需将高汤 反复过滤 最终得到的汤底 便可透明似水 同样的高汤 勾连着两道考验厨师硬功夫的经典菜式 一道便是大刀金丝面 另一道则名为鸡豆花 大刀金丝面继承 任涛提出 想要挑战制作技法 更为精妙讲究的鸡豆花 鸡胸肉 以刀背垂成肉绒 利用竹签挑去筋膜 如此 鸡肉才能拥有 豆花式的细嫩质地 令鸡豆花 吃鸡不见鸡 用冷汤冲散鸡蓉 加入蛋清 豌豆粉等 搅成鸡浆 这一步骤 讲究甚对比例的调配 稍一失调 不是下锅成坨 就是不能成花 十分考验厨师 调和搭配的功力 师爷 我做这个鸡豆花 经常做不好 你看 需要啥子 有些啥子要点需要注意的呢 一个就是糖 糖的温度 然后姜质挑好 后冲下去 要保持它一定的温度 在冲之前 水要使它最好 糖能旋转起来 利用那个水的漩涡 把姜质积进到一块去 所以一定要保持它的温度 保持它这个92度的温度 又撕开非开的 这种温度 使它慢慢沉淀下来 鸡豆花制作的最大难点 在于冲花 加入川岩的清汤 烧至沸腾 同一时间将鸡浆轻轻推入 任涛在师爷的指导下 以大勺底部 顺时针方向推动鸡浆 带汤水再次呈沸腾之势 立刻转用小火慢熬 每一步时机的掌握 都要依靠自身的经验 与手感积累 成澈汤底中 即将逐渐凝聚成豆花形状 川菜经典复现 蕴含其中的 是琢磨探索的匠心 更是穿除 传承菜系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 从麻辣鲜香烫 到丰富多变的复合味类型 从食材的权衡则选 到厨具的精工细造 川味并非舍 而是包罗万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